来 贾子你好 你好 你们这个店准备开了 然后我们这个软件好像不错 要不要了解一下 你是卖什么软件的 就是参与软件 你这软件能帮我具体地干点什么呢 我能替你就是 绝业人工绝业成本 对 你们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专业知识 其实销售我更主要的是跟老板打交道 你这些细节我基本上都是 一个销售 我就是老板 我就是IQ 稍等 你不会连软件的功能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我到目前都不知道软件 我这产品 但你卖得很好 我是卖得最好 不是很好 那这我没法聊了 多了多长时间呢 你们怎么能这么小呢 那我来说嘛 好不好 好 比如说是我们去扫街 对吧 做销售的就去告诉我 哪条街 哪个地方 告诉我专业人的电话 之后我就去找老板 找到老板之后 老板需要那个软件什么功能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叫一个技术过去 各位演示一下 PPT一展示 就这样 其后就是跟老板打交道 要配一个助手 对 事后就是和老板打交道 全部搞定 就这么回答 对 他指导人机关系 那你觉得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跟他把老板搞定的呢 比如说我介绍了 到合适的地方 要去见老板的时候 立马就把衣服换了 头上搞干净一点 是吧 然后脚上整干净一点 对不对 首先是态度表情 对吧 那聊什么呢 就是聊 比如说是 你说专修这里 怎么样 一个稍微出点主意 然后 不是 那你怎么约到过的呢 那几次之后 电话党心一聊 是立马就约到了 你是不是江湖之遭 先把这个变成兄弟 哥们姐们 然后再卖货吗 谁做生意 不愿意和一个 最有信任的人 或者职内信任 或者觉得在一起 那你觉得怎么样 是为什么别人 觉得你值得信赖呢 我堂客户的时候 和现在完全不是 不是一个样子 我和客人的时候 见面的时候 就是肯定不会动的 一定是这 一定是 我特别想 不是 我特别想看 你坐在那是什么样 来 杨蓉你让她坐一下 你去去一下 没问题 我感受一下 来来来 杨蓉你过来 这也好漂亮 哇 这边打山 我现在相信她 顺便 那好 顺便打山 继续 你怎么把客户搞定 来 继续说 那很简单 我觉得她觉得 我的亲和力挺好啊 是吧 你看我 这小伙子好像很坦诚 我的眼睛 从来不会斜视 我会盯着她 我盯着她 但是我不会盯着她 难受 我就希望 以最短的时间 建立一个最快的 诚信关系 就你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的销售风格 对啊 那你管过多少的销售团队 很少 就几个人吧 到那下去 就是几个人吧 那你怎么管呢 很简单啊 我觉得你们做事 都是为自己做 你们做得好 是吧 第一证明了自己 有人欣赏你 如果你是女孩 有人大把的人追你 如果你是男孩 大把的女孩追你 你看她坐在那个地方 真是如鱼得水 有做的是 有跟有话 我觉得像个 大企业的老板 毫无违和感 你今天来面试 总裁助理和区域经理 是薪酬要求多少 一万吧 最起码要够我生活 那有地域限制吗 广州最好 只能在广州 广州或者 别的地方考不考虑 如果是能加薪 让我请个保姆 我可以考虑的 没关系 你要加多少钱 请多少钱的保姆 最起码要六千块钱的保姆 六千块钱保姆 广州最少要六千块钱 一个保姆 没事 我们会好好为您服务的 来 两位人力资源专家 有什么建议吗 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觉得周总 他的那个优势 周总啊 叫周总 他的优势是 他对于这个 社会的规则和经验 非常的丰富 然后他那套体系呢 其实如果规划进职场的话 我觉得他欠缺一点呢 是对于职场的敬畏 这个是我没有看出来 就跟刚才 他对于女性的这种尊重 我没有看出来一样 其实那个 虽然 老周坐在那儿啊 小周 我就要叫老周 你拿我咋地 完全可以 因为我欣赏图里老师 老周坐在那儿 其实你站在这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其实有些选手 要学老板的形 是学得很像的 也许学都不需要学 在生活当中 他就认为我就是个老板 但是我想问一下老周 你真正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的动作是很闲适的 但是你内心的想法 内心的状态 到底是闲适的 还是紧张的 还是有点不舒适的 我觉得挺舒服啊 我觉得很自然啊 那你呢 你自然 你站在这自然吗 我觉得我站在这儿 是紧张的 紧张的 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在这个位置上放松 所以像刚才 董一鸣所说的 人无论到达任何一个位置 对生活 对每个人 对前任 对过去的故事 对职场 都要有敬畏之心 老周 舒服完了回来吧 ok 去吧 谢谢啊